跟車人要小心 跟台天啊 教練卻語重心長 說如果家裡有條件 自己買一條路吧 看得出故事中的教練 心有多累 這個回去以後 還是要振作精神啊 隔天還是要重新面對他 學生練車屋裡頭的行為 真的會嚇壞教練 就有網友回 說自己一直踩油門跟煞車 被教練罵 你在跳踢他舞哦 還有人被教練酸 走路的人都比你快 幹嘛開車咧 不然就是開那麼快 是要去投探 還是F1賽車 驾訓班學生 狀況百出 也逼得教練 經濟狂噴 一秒感受到教練的絕望 記者宋佩成高雄報導